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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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討論的主題是點擊拓譜 那如果你以前沒有上過微積分1的話 請到我們數學系的官網 看一下快速連結裡面的 104年度數學系教學錄影裡面 我有開設微積分1那時候的錄影 請你看影片8到15還有19 它不是絕對的必要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那個時候的講法 那個地方是在Matrix Space的時候 討論一些拓譜空間的觀念 看一下的話可能會有一些幫助 我們現在開始要試著介紹 拓譜空間的觀念 不過在那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 先回顧一下以前我們學過的一個東西 叫Matrix Space Matrix Space呢是說 假設你有一個集合 然後上面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叫做一個 Distance function 對不對 它滿足一些條件 有三個條件 我們就不把它寫出來了 那只要你有這個函數的話 這個D它就會給我 這個D它就會給我一個觀念 叫做OpenBall 長這種樣子的東西 可以嗎 就距離一個C點 在某個數字R以內 某個正數R以內的 這種東西叫OpenBall 可以嗎 好 那有OpenBall之後 你就會有 OpenSets 對不對 你會有OpenSets OpenSets呢 簡單的說 你可以說是 Unions OfOpenBalls 對不對 我們在學Matrix Space 你知道 OpenSets就 恰恰好是 OpenBall的連擊 OpenBall的連擊 當然是OpenSets 那OpenSets本身 每個點都可以找到 一顆OpenBall塞進去 所以它就是那些 OpenBall的連擊 那你有OpenSets 當然就會有 Closed Sets 對不對 事實上這兩個是互相的 就是其中一個是另外一個的補集 所以就有ClosedSets 好 那另外你還會有很多別的觀念 例如說呢 你會有類似 Compactness 你可以去定義 Compact這個性質 Compact我們的定法是說什麼呢 我們是說 只要在X裡面有一個子集 它滿足以下這個條件 就叫Compact 什麼條件呢 就是真的拿一些OpenSet把它蓋住 那麼你就只要用那一堆OpenSet裡面的 有限多個就可以蓋得住 任何開覆蓋都會有有限覆蓋 這樣的話那個集合就叫Compact 好 所以你發現一件事就是 在我們做後續的討論的時候 我都只有用到Open的觀念 我並沒有真的一定要用到Ball 那除此之外 你還會有什麼 你還會有映射的連續性 有了OpenSet的觀念之後 我們可以去談映射的連續性 那原本在定義映射連續性的時候 我們是用距離函數 有一個Epsilon Delta的定義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那個定義等價於 你有一個方法可以用OpenSet來定義 所以我們會把後面的這一段 全部都抽象化 就是從現在開始 我們會試著暫時 暫時脫離一下距離函數 雖然我們很多時候 考慮的情況 都還是來自一個 有距離函數的設定 但是有一些理論的發展 我們可以不要管距離函數 那這麼做有一些好處 它的好處是 當你在討論某些事 尤其是跟連續性有關的 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你不用寫距離 事情會寫得比較簡潔 會比較達到事情 達到這個問題的核心 所以我們從一個定義出發 我們說假設x是一個集合 或者我換個講法 我們從一個定義出發 我們說一個拓幅空間 我可能會這樣寫x 然後x配上一個底線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花花的t 我們說這是t t的某個字體 那個字體叫什麼 我不太知道 就是t 這個所謂一個拓幅空間 它包含幾個部分 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是一個集合 叫x底線 它稱作 the underlying space x承載空間 underline space of x of這個拓幅 可以嗎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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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後面那個t是什麼 t叫做一個 family of subsets of x 所謂family of subsets 就是指一堆子集的意思 就是一個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密集合的 這個符號是x的powerset x底線的powerset 可以嗎 這個family它必須要滿足幾個條件 這幾個條件是我們對開集的想像 這個family就相當於是什麼 它就相當於是我就硬性規定 我說這個集合x底線裡頭的一些子集 我要規定它就是開的 我現在就規定那些子集要開的 不管來源 就規定好 那你對開集要有些想像嗎 最近開始想說以前的開集滿足什麼條件 第一個 全空間x 跟空集合 都必須要掉在 這裡頭 都必須要被你認為是開的 可以嗎 這個t啊 裡面的元素就是你覺得它要是開的東西 我設定它要是開的 那至少 整個集合跟空集合應該要設定為是開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如果 有一大堆uα 他們都已經是被你設定為要是開的東西 然後他們是被某個集合給編號 那就會保證他們的連集 也要應該是開的 至少在你的設定值下 它應該是開的 好 好 那第三件事情呢 是說 開集的有限交集應該要是開的 如果呢 u跟u'都是被你當作是開的東西 那就要保證 u交集 u' 要是開的 只要你的這一堆子集 滿足這三個條件 我們就說這個組合 叫做一個拓譜空間 可以嗎 那這個地方的這個 tx 它就稱作一個 topology 這個集合 它稱作這個集合上的一個拓譜 可以嗎 好 我現在這個地方的符號 雖然是這樣寫 那 以後我都不會這樣寫 可以嗎 我們現在這個寫法 意思是說 拓譜空間叫做x的話 它是包含好多data 不是只有一個集合 它包含一個集合 還有那個集合裡面的一些子集 滿足那些條件 所以當我講x的時候 它並不是完全只有集合決定的 你還要給定其他的data 這樣才叫做一個完整的x 可是因為每次這樣寫 都要一直寫那個底線什麼的很煩 然後這邊還要寫一個組碼x 太煩了 所以以後我們可能都會 有一個convention 一個約定 我們可能 會用x來 指這個x底線 就是說指這個集合 the set x bar and omit the subscript 這個組碼 我們可能會把這個組碼給省略 我們可能會這樣說 by say in 像這樣的句子 比如說 topological space x 我們可能會直接這樣寫 可以嗎 那你要了解到 當我這樣寫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集合 這裡面是一些子集 那些子集 x的子集 要滿足剛剛那三個條件 可以嗎 那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現在意思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玩一個遊戲 雖然不太好玩 有一個集合x 這個集合x上面 已經指定好一些子集了 那些子集就是我規定 它們要是開的 你這個規定有沒有道理 那是看你自己覺得 你規定的那組有沒有道理 但是我們討論的時候 只要講到一個託譜空間 就是假定已經規定好了 那些子集呢 至少你希望它們要滿足 以下幾個條件 就是空集合跟全集合 要在那堆子集裡頭 另外那堆子集的任意連集 也要是掉在那堆子集裡頭 然後有限格的交集 也要掉在那堆子集裡頭 這樣的話我們就把它叫做 它是它上面的一個topology 一個託譜 或是一個託譜結構 一個topological structure 這只是名稱而已 沒有什麼 所以等於是我們就人為的給定 X一組開集結構 那我們來舉一些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matric space 只要你有一個matric space 那你就會做出一個拓譜 這個拓譜呢 它是用d來決定的 這就是open set induced by d 這是我們傳統意義下的情況 就只要你有一個matric 那你就可以決定一個拓譜 一些開集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different matric different distance function 它有可能會決定 同一組拓譜結構 可以嗎 這個例子你們也看過了 例如說 如果你在歐式空間裡面 rn上 你考慮 你在這個rn上 你可以考慮好幾種不同的距離 對不對 一種距離是用傳統的norm 我們以前可能是叫dp距離 這個dl 我們可能是說 這個就定義成 sum xj 減掉yj 的l次方 再開l次 對不對 我們可能定過這個距離 那這個地方l是一個 大於等於1 的時數 可以嗎 這是一個距離 那所有這些距離都決定出 同一個 同一個開啟結構 他們都決定出同一個開啟結構 好 對不同的l 這是一個例子 可以嗎 那實際上呢 你可以做一個習體 這個習體非常的基本 基本而簡單的習體 只要呢 只要呢 它是一個有纖維向量空間 這k我們就假設是時數或是負數 你考慮這兩種情況其中一個 好 那 你可以證明任何的norm 所有的norm 它會決定同一個拓譜 所有的norm會決定同一個拓譜 就是你 你可以在v上面考慮norm這個函數 那有norm之後 有norm之後就會決定一個距離嘛 對不對 會決定一個用那個norm來定一個距離 那就會決定一個拓譜 那我們的結論是說 不管你這邊norm選什麼 最後做出來的開集都是一樣的 好 那這個提示非常簡單 提示是你可以證明一個更強的結果 我們把它寫在這邊 假設呢這個v的維度是有限的 然後呢 這是第一種norm 這是第二種norm 那你就知道可以找得到常數 c跟c'都是正的 使得對所有v的元素 這兩個norm會互相bomb的對方 可以嗎 你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那只要這兩個norm會互相bomb的對方 就表示對第一個norm所定的距離的開球 對第二個norm來說會是開集 倒過來也是 所以他們兩個就會有 開集會是一樣的 但是開球的形狀不一樣 但是開集會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要怎麼證呢 我們要證明這兩個norm是這樣 你只要證明對一個 你可以考慮第二個norm就是標準的 歐式普通的norm 用平方距離的 歐幾底的距離來定一個norm 只要你可以證明那個情況是對的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這個關係 顯然是他們兩個之間的一種等價關係 可以嗎 顯然是一種等價關係 如果有兩個norm之間有這種距離可以 有這種常數可以互相壓制 另外兩個也有 那傳遞性那些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驗證它是一個等價關係 所以只要你驗證其中一個人 跟歐式的norm有這個關係就可以了 那你要驗證其中一個傢伙 對歐式的norm有這樣的關係的 你要怎麼驗證呢 空間有點小 但我寫在這裡 你可以考慮 consider 你只需要考慮 這個第二個norm 或者第一個norm好了 第一個norm就是 用普通的D2距離來做的norm 你只需要考慮這個情況 好 那只要你考慮這個情況 你要心中想好 你要證明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顯然對v等於0是對的 就v只要是0 這個一定是對的 可以嗎 所以你只需要證明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這個畫底線的部分 這個藍色的部分 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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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s for v等於0 trivially 所以你只要證明v不等於0的部分 好 那你要證明v不等於0的部分 你會注意到norm的關係 norm是有正其次性 就是你成倍數的時候 可以直接提到norm外面加絕對值 所以你只需要證明 你只需要證明存在c跟c'使得 使得呢 這個第二個norm 它的大小會藉在c跟c'中間 如果這個v的d2norm是1 你只需要考慮這個情況就好了 因為呢 你大可假設旁邊這個長度是1 因為如果不是1 你就把它長度除掉 好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c c跟c'可以怎麼選 如果說這個東西作為v上的函數 然後定義在這個球面上 通常這種集合叫做球面 那個norm的球面 以0為中心的單位球面 在單位球面上 如果這個函數它有 有一個下界又有上界的話 那你就可以證明那個結果 可以嗎 好 那什麼樣的函數會在單位球面上 有下界又有上界 我們現在已經假設是一個有纖維空間了 有纖維空間 好 那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d2距離 你已經學過 單位球面是一個有界b級 可以嗎 所以只要你可以證明這個家伙 這個函數 第二個norm這個函數 是個連續函數 它就會在那個有界b級上 有最小值跟最大值 那當然你還要確定的是那個最小值 必須要不是0 可以嗎 確實是的 因為這個函數值在單位球面上 也不會是0 因為它是個norm norm如果是0的話 表示V要是0 可以嗎 所以有這幾個部分 那我就大概提示就講到這邊 你自己把細節work out 所以你必須要去想一想 為什麼這個函數會是連續函數 所以你要去證明 這個函數 is continuous with respect to d2距離 你要證明 任何一個norm對d2都是連續的 只要你是在有纖維空間裡面 好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有可能norm不一樣 norm不一樣只會表示球的形狀不一樣 或者說metric不一樣 只會表示球的形狀不一樣 但是開集可以是完全一樣的 可以嗎 開集可以是完全一樣的 那有了這個之後 你回想一下 我們剛才講到 映射的連續性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可以一模一樣的 把以前的定義搬過來 我們說呢 有兩個拓幅空間 然後有一個映射 它是從他們的那個集合之間 有一個映射 那我們說這個映射啊 它是連續的 它是一個連續映射 然後從一個拓幅空間 到另外一個拓幅空間 我們說它是連續的意思 是說 它是連續喔 at 我應該是說再一個點 at appoint x0 在x裡面的一個點 x0 它是連續的 那from 這個 x to y y 的意思是說 想法 就跟以前一樣嘛 你這是一個集合叫x 這裡有個映射 叫y 送到y 底線 你這裡面有個點叫做x0 它的影像叫做f of x0 我們要說這個映射在x0 那個點是連續的 意思就是 以前是說這邊你認開一個 epsilon ball 你這邊都可以找到一個 delta ball送進去 對不對 現在我們就是把ball 改成開集 所以對任何的v 它是在y裡頭 然後f of x0 在它裡頭 認給一個 包含f of x0的開集 你這邊認挑一個 叫v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v 這部分 可以嗎 好 我總是可以存在一個 u 它是在x裡面的開集 然後它包含了x0 使得呢 f of u 就掉在v裡頭 所以我總是可以找到一個 這邊可以找到一個開集 這個開集就會送進去 可以嗎 就這樣 以前是ball 那邊選ball 然後我們曾經在維基分的課裡面 講過一個習題 那個習題是說 那個定義等同於 你這邊給一個開集 包含f of x0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 包含x0的開集 送進去 就只是這樣而已 以前用球型的 我現在就不要要求用球 可以嗎 這是在一個點是連續的 好 那有在一個點是連續的這個觀念以後 我們就可以說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我們說f它是 連續的 一樣是from x to y 這樣寫的意思是說 我們說要指定那個拓譜 如果它是連續的 at every point of x 可以嗎 它如果在x上的每個點 它都是連續的 那我們就說它是連續的 那一樣的這邊可以 給大家自己回去做個練習 這個練習呢 是說f是連續的 充分必要條件是 對任何一個v y裡面的開集 它的preimage 都是x裡面的開集 可以嗎 好 就是在每個點都連續 會等同於開集的premium 就是開集 那你已經可以看到 在我們剛才敘述這些條件的時候 其實這種寫法有一點笨拙 雖然它是精確的 所以我以後常常會這樣寫 我們以後常常可能會寫說 u屬於這個 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我可能會 這是有一個記號 我可能會這樣寫 它的符號可能會寫成 uopen 我可能會這樣寫 可以嗎 就表示u是x的一個open set 那當然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我必須要心裡面很確定 我指定好的開集是哪一組 指定好的開集 是哪一組 我寫這句話才有意義 可以嗎 那有了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現在有開集的觀念 那你可以類似平行的去問說 B集是什麼 我們會說呢 任何一個A 它在 它在X裡面是B的 定義 我們就把它定義為 它的余集是開的 那我這個寫法就是混用了 以後這個底線可能都盡量不寫 為了要符號簡約一點 所以B集就是余集是開的 就這樣 跟以前一樣 那開集有那三條性質對不對 就是定義開集結構 定義這個拓譜結構的時候 有三條 三個條件要滿足 那B集當然也會有對應的三個條件 哪三個條件 就是全集合跟空集合要是B的 然後任意B集的交集要是B的 然後有限的B B集的有限連集要是B的 要有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要給定一個拓譜結構 你也可以說我是給定一些子集 讓它滿足B集的那三個條件 也可以 你就取余集就可以得到一個 開集的拓譜結構的講法 所以我就不特別寫了 那個都是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那一樣的你會有compact compact這個定義 我們也先把它寫一寫 也可以很快速的定一下 什麼叫compact 我們說給定一個拓譜空間 那麼現在有一個子集合 是這個underline space裡面的一個子集合 我們說k它是compact in x 就是你要在x這個傢伙裡面 就是compact的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對任何的open cover 或者我這樣寫好了 對任何的一組open的 對任何一組這樣的data 如果說他們的連集蓋住了k 那就會保證存在alpha1到alpham 或者是我們可以寫的更 稍微再抽象一點 就我們可以說存在一個有限集 叫做s它在a裡頭 使得k會掉在那些u alpha的連集 當這個alpha跑遍這個有限集的元素 可以嗎 就你認給一組開集 只要這組開集可以把k蓋住 那有限多個就可以蓋得住 這個敘述如果成立 我們就說k叫做compact 我們說x它是一個compact space 意思就是它自己這個子集是compact 就只是這樣 就是它說x只要可以用有限多個開集蓋住 那它就可以 它只要可以用開集蓋住 它就可以用有限多個開集蓋住 好 那一再的再提醒大家 因為我有注意到有一些同學 可能之前已經忘記compact的定義是什麼了 我們並不是說它可以用有限多個開集蓋住 就叫compact喔 不是這樣 我們的意思是說如果它可以用有限多個開集蓋住 對不起 如果它可以用開集蓋住 那就可以用那裡面的有限多個蓋住 因為任何一個集合都可以用有限多個開集蓋住 你就用x就把它蓋住了 對不對 那沒有意義 所以你去講說一個集合是compact 就是它可以用有限多個開集蓋住 這句話是絕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可以嗎 好 好 那一樣的你可以很容易的驗證 這個 你可以驗證說假設x到y 現在是一個連續映射 連續映射 這兩個都是TOP空間 當我以後講到連續映射沒有特別講 就是TOP空間 好 然後呢這個有一個k 它在x裡面 它是一個compact set 我這地方也就不打底線了 反正我就想的是那個集合 那你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影像 在y裡面也是compact 可以嗎 那為什麼要特別強調x跟y 因為我們講compact的時候 你要講我的開集結構是什麼 所以我這個地方講的開集結構 是要用x跟用y的那個開集結構來談 那這個證明呢 證明也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以前在微積分看過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次 就是說你要證明fk是compact嘛 就如果現在你要 已經有一組v alpha 他們是open in y 然後呢fk是包在v alpha裡面 他們的連輯裡頭 就是v alpha構成 fk的一組開覆蓋 這個敘述叫開覆蓋 可以嗎 我們會把這句話叫做 然後這一組東西是k的一個open cover 可以嗎 這樣的東西叫open cover cover就是連擊把它蓋住的意思 好 如果說呢 現在有一堆開集把fk給蓋住了 那麼 我們知道 你就把兩邊 同時取preimage 那k一定會掉在 它的影像的preimage裡面 關於這些集合論的操作 希望大家要非常熟練 因為他們對思考某些東西很有幫助 你先做影像 再去看哪些會對到影像裡面 那已經包含原本的人 可是呢 這個式子的兩邊同時做f inverse 還是保持這個包含的關係 好 可是呢f inverse這個操作 對集合論的 大部分的操作都是有很好的尊重的性質 所以你可以把它跟連擊交換 好就變這樣 可以嗎 好 可是你知道這些人 他是open in x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k 可以用一大堆開集給蓋住 那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k是compact in x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我可以找到一個有限集 在a裡頭 使得k可以包在他們的連擊裡頭 可以嗎 好 那當然這件事情就會附帶的去說明 f k 就會包在這堆東西的連擊裡頭 可是呢 這堆東西的連擊 你可以把 怎麼寫不下了 好 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我可以把這個f跟連擊交換 因為連擊跟影像是可以互換的 先看影像再看連擊 會等於先看連擊再看影像 可以嗎 變這樣 但是呢先做preimage再做影像 一定會掉在v alpha裡面 好 所以你就知道說 f k可以用有限多個 alpha的v alpha給蓋住 那就正完了 對不對 我們就說從任何一組open cover出發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一定會有有限的subcover 好 這就是 連續音色會保持compactness 所以這件事情很常用 continuous map preserve preserve compactness 可以嗎 連續音色會保持這個 緊緻性 compactness 好 那麼 有一些事情我們以前在微擊分談過的話 我就不特別談了 例如說在 時數空間裡面 r上 一個compact再相當於是一個有界b級 事實上在r裡面都是這樣 那個部分我可能就不會再去重新談 好 所以特別的你知道一件事情 好 我們還是提一下 就這個叫做high interval rail定理 好 先寫一下 等一下 好 我們已經知道一件事 如果x d 這是一個matrix space 對不對 那你就會 這metrix會給你一個 一個拓譜 一個拓譜 好 那我們知道 如果k是compact 如果他在這個拓譜之下是compact的話 那一定會保證 k是一個bonded and closed subset cose in x 可以嗎 好 這件事情可以證明 那以前怎麼證的 你現在可以類似的去證 那方法很簡單 bonded的話就只要看 k會被包在 以任何一個點為中心 所有的 時數為半徑的球裡頭 所以有限多個就可以包住它 好 這部分是連到這個 好 連到這個 因為k是compact 有限度我就包住 那就用一個球包住 好 那closed的話呢 稍微要 囉嗦一點 好 closed的話呢 就是說 你現在有一個k 給定了 我要證明它是closed 我就要證明外面是open的 好 那你要證明外面是open的方法很簡單 你對外面任何一個點 任何一個點x 給定了以後 那還有裡面任何一個點y 在k裡頭 我不要寫對任何一個 我們先固定一個 用英文寫 你固定任何一個x 在y頭 好 那麼你現在對任何一個y在k裡頭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拿兩個開集 互相把它們框住 但是不碰到彼此 所以這兩個開集 分別叫做uy跟vy 可以嗎 我存在uy 它是開的 然後y在它裡頭 在x上 還有vy 它也是在x裡頭的一個開集 但是它是包含了x 使得 使得呢這個uy跟vy 沒有交集 可以嗎 就是像我現在畫這樣 不相碰 好 那如果不相碰的話 你就可以很容易看得出來 把那個v的部分縮得夠小 就不會碰到k了 因為呢 k可以寫成 所有的y的連集 你就考慮所有的點的連集 可是每個y呢 又會掉在一個 uy裡頭 對不對 所以因為k是compact 那我就知道 會有一個有限集 在 在這個主碼k裡頭 我現在主碼是k 本來是a對不對 好 使得呢 這個k呢 是掉在 那個有限集裡頭 可以嗎 好 那這樣一來你只要link 你的想法就是 你希望可以找到一個開集 包含x 但是完全沒有碰到k 那但是對x來說 你可能沒有辦法一次做到 所以你對 任何一個k裡面的點y 你都去找兩個開集 把它們分離 好 然後對另外一個y 你可能有另外一個開集 跟這邊的某個開集分離 互相分離 你的想法就是把這樣做出來的 所有開集v啊 做交集 那個傢伙應該就不要碰到k 可是呢你怕是怕那些東西 交集起來不是開的 因為它可能有無限多個 要交可能不是開的 所以萬一你可以做有限多個就夠了 那就太好了 好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你發現只要有限多個u 就可以把k蓋住 那這樣一來 你就取那有限多個 對應到的y 去把他們的vy做交集 那這樣一來你就知道 這個v它也是開的 它在x裡頭是開的 然後呢它包含了x 但是v跟k的交集是空的 因為v呢就是這堆東西 跟 這叫s 對不起 我這寫錯了 抱歉 那有限多個 有限集 剛才不是k喔是s 好 它會變這樣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寫成連集 這兩個不要用同一個y好了 免得搞混了 可是這個傢伙 一定會包含在vz交集uz裡頭 就是空集 所以這個就是空集 所以你知道這個交集就是空的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說 任何一個點x 都可以找到一個開集 不碰到k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做到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得到的結論是 回來看這個圖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任何一個x 所以conclusion 對任何一個x 屬於x code k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v 使得v是掉在 x code k裡頭的 那為了方便我把這個v 叫做vx 好了 可以做到這樣 那結論就是 x code k 那就應該是 所有這些vx的連集啊 那它就是開的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些開集的連集 所以這樣證明了 所以這樣證明了 k是b的 所以這個是一般的結論 我們都知道它是對的 那 好 記得compact set 它一定就是一個有介的b級 那論證的過程 其實以前你在 維基分課可能已經看過了 在我們的維基分課 你可能有看過 好 好 倒過來也是對的 只要 只要這個x 它是 rn d2 那其實它會在更一般的情況下 可能是對的 但是 我們至少在這個地方先提這件事情 這叫做 我還呢 我還要定理